需求是这个,把它铁颜色,把它清除掉 那前面讲过,其实基本上它的结构很简单 就是一个回圈加一个逻辑判断 所以回圈的部分的话,你会发现都一样 for i 等于第二列到最下面一个ness 所以其实可以复制下来改 有没有,然后if,特别注意 中间的地方可能是关键 OK,范围都一样嘛,逻辑的话怎么写 其实前面也写过了一次 我是建议各位可以慢慢习惯 那我要针对这一篮,这一辅 哪一篮呢?第i列的,从这哪一列呢? 它会先从2开始 去抓什么? 抓它的1篮,所以到点 打一个1就可以了 双影头要加一下 如果那个抓到的这个除尘格过来 如果假设我要 我要把它的这个a篮 填上底色的条件是什么呢? 当它是小于 等于7的时候 也就是等于7也要 空一格 then 固定写法 固定写法 if,什么条件 then 习惯enter两下 再打一个and if OK 反正 只要有头 就会有个尾 有个头就有个尾 你千万不要有头没尾 我是建议你这个一定要先打 因为很多同学就是打了这个之后 就忘了打这个 那就一定错了 他找不到尾巴,找不到尾巴,尘是一定错 OK,有个头有个尾 那中间的部分按一个tape 中间就是你要去做什么的 就要做什么事情,就在底下这一行 OK,做什么事呢? 把那个 这个同一列 的a栏 所以同一列的a栏 就是 这个 同一列 的a栏 把一栏改成a 这个叫同一列 的a栏 的底色 底色的话呢 就intro color 所以你就点什么 intro 或者你如果拼这个字拼不出来 你可以点什么 先把那个光谷拿掉 那不然的话不会提示 intro 点color 这个意思是底色 等于 黄色 黄色是什么 RGB 瓜糊 好像跟各位讲过吧 这个应该是 红色加绿色 所以是说 255 斗点 255 就红色加绿色 没有蓝色 因为他最 小失灵 最大255 OK 后瓜糊 那记得啊,最后这个要把 瓜糊再加上去 不然的话变成所有的储存格 所有的储存格都变成黄的 记得要加一下 也就是说 那一个同一列的a栏 的底色 帮我把它变成 这个 黄色 OK 那当什么情况发生呢 当这个情况发生 所以你会发现 一幅有点像是一个 筛选的闸门 没有 这个闸门 能够过去的 一定是要符合这个条件 才能够过到下一关 才能够做底下的事情 否则呢 如果你不是 这个 条件的话 那你就不能够进到 里面去做 就好像有同行证一样 所以有点像一个闸门 这个闸 当然你可以用偶尔 用and and都可以 像我们前面不是两个条件吗 其中一个发生就偶尔 如果两个都要发生就and 这个其实 还蛮需要 去活用的啦 其实 这个 用到的几率非常非常高 回圈主要是你要多次的判断 所以通常写来写去好像架构一定 都会有类似的这种 有没有 所以其实层次有写完 五行 一个回圈 一个逻辑 做一件事情 那当然有可能你 进到里面不只做一件事 比如说我还要什么 把颜色换了 把字形换了 把什么 等等啦 很多 你可以做不只一件事 那如果不只做一件事情 就是底下 你再enter 再做第二件事 enter做第三件事 有没有 类似差不多吧 结构反正就长得类似 而且以后 无论你是写哪一种程式语言 其实它的结构都一样 只是换一个叙述方法 OK 可能 像Python它就不是用rem 它就多一个冒号 有没有 或者是反正就改一个 这个用法 其他都一样 反正长相差不多 对我来说只是我把 那个语言里面的哪个地方 字换 那我就写出对应 这个语言需要的这种叙述方法 OK 那我们这样就写完 那试一下 OK 然后执行一下 基本上的话呢 它就帮我什么 把12 因为它小于等于7 然后把这个 12 有没有 小于等于7的 就通通帮我把颜色 变更了 OK 如果我要把它变回来的话 那其实也是一样 如果要恢复的话 清除 就把它再恢复 恢复我前面有讲过 基本上就不用逻辑判断 所以你如果要恢复的话 就把这个范围的程式 Copy一下 拿来修改 也许我把这边从小 OK 清除的话就格式化 加一个清除 那其实呢 基本上清除 有的时候其实会取巧 什么取巧 就干脆 我把所有的底色 不管它有没有底色 我一律都把它清掉 这样比较好写 所以我就写什么 不需要逻辑判断 所以把if 跟andif 把它清除掉 反正不管 全部都恢复就对了 当然你也可以写什么 如果它底色是黄色 再清除 可是好像感觉有点麻烦 所以有的时候 说真的 也 就是 写程式有的时候也是可以取巧 怎么样 就是你干脆全部恢复就好了 反正它本来就没有颜色 还是就把它恢复 不管 OK最好写 所以 最好写的方法就是什么 4回圈 跑一下 然后呢 把它 Intel的color 本来是 有改成黄 对不对 把它变成没有颜色 没有颜色 还记得吧 x l 有没有 加一个num 这样的话呢 就是没有颜色 OK 然后把它清除 所以这个 执行是 有颜色 这个执行是 把颜色 全部清掉 那实际上 那实际上当然呢 这边的写法 并不是说针对 那个有颜色的清除 其实这种 这种是什么 把所有范围都清除 OK 那 当然这样的写的好处是程式最短 当然其实应该正确的写法 应该是 判断说它 是不是有底色 如果有底色就清除掉 可是那样比较不好写 有的时候我会想的方法是反正好写的先写 OK 结果一样 差别是在哪里 差别可能是在执行效率 会慢一点点 可是慢多少呢 慢可能万分之一秒 那就表示没差别 所以有的时候写程式并不是说要你一定说只能够有一个答案 有的时候反而我想的是我怎么写比较方便 好写 好维护 是比较 比较重要的 OK 千万不要一直钻牛脚尖 有的时候反而先把事情先做出来 然后慢慢的去思考有没有更好的这个写法 OK 试一下请各位 先把这个格式化跟格式化清楚完成 画面先还给各位 用VBA来写 基本上的话 就是一个回圈 一个逻辑判断 加做一件事情 那未来 其实 在城市 VBA城市里面 这样的架构 出现的 比例是非常高的 其实也不见得是只有VBA 以后无论任何城市语言 其实写来写去 都几乎大概雷同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 这样的 这个情况 那主要是因为 我们 是在善用那个 这个什么呢 电脑最强大的地方 就是帮我重复 去处理什么 资料的范围 告诉他 然后他会很 很正确的帮你做逻辑判断 而且他 不会闲累 反正你 就是叫他一直做就对了 重复做也没有关系 24小时做都没有关系 因为这个是电脑 他的专长 那刚好是人的 人的弱点 所以其实未来当然最好是什么 想一个方式 结长补短 人应该是 用在那种 具备有那种模糊 思考 或者是说判 也不是判 就是说有一些可能 电脑做不到的事情 你在用人工去做 不然的话 有些重复性的事情 你也 自己 去做的话 其实也满 第一个浪费时间 第二个也很辛苦 你看像刚刚要判断他是不是 小于的原因 去用人工来做的话 那真的是 不是很OK的 那大概用电脑来做是瞬间完成 好 待会的话我们再来看就是如果格式化做完 思考一下如果我不要是 把颜色变更 而是要 去直接把那个号码直接就 列个清单 在F栏的位置 那该怎么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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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